5.0米 王旗举高 一开门跳出来,号胜迎宝快 然后还有逍遥尖指也快 外面还有逼胜之损 里面那些马就是梭菜飞驱 然后是逍遥尖指 然后还有那一批得银威威 也不太厚 后面的马很好在外碟里 接着是珍珠大哥 在里面也够响照營 在美国金圈 好像沙地不适应 转直路的时候 号胜迎宝放来3-4的马位 上来就是一批必胜之损 在外面的马就是小条尖指 内侧还有一批疏在飞驱 然后3-4的马位之后 又有珍珠大哥 接着就迷威退了 外面就很好 转直路的时候 前面号胜迎宝飞开了4-5的马位 接着就追上来必胜之损 外面有梳塞飞驱 中间的萧牢尖指 里面有一批是珍珠大哥 去到大概8厘米的时候 前面号胜迎宝仍有些少 但是追上来就是里面 这一批必胜之损 外面还有这一批梳塞飞驱 最后几步 号胜迎宝到先 必胜之损第二 梳塞飞驱第三 必胜之损真的是很好状态 那就顶回Q 2-3有14倍 都算不足 2-3-9 也是正路 必胜之损 因为这马真的沙草没问题 张明你刚才也说了 走光那场就是沙地 走光那场就是瘦阻 那场是瘦阻的 9-9 其实也追近2-2 不过没有3-3追得那么好 那里面是珍珠大哥 拿直第4 其实 2拖8-9 大家都知道 中所皆知的 就是热门 对不对 反而郭金軒 真的失望到暈 跑沙地 真的不懂得跑 好了,这场只有9个马 梭菜飞区 跑回 短,真的好些 看直路 2.4 24元 赢马 这匹马 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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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出彎之前 一度迫着必胜之旋 因为他现在回到来 第一,落后距离没有上去那么远 第二,他的名次也好些 但是 其实转彎之前 他的势是最好的 以为他过了必胜之旋 拍着 即是进来直路 3和5 大家一起看看 看起步 先出集 2就很快 很爽的 看到都 3位在外面也不慢 看到 反而出集 慢一点 那些就够赢 其实梭菜飞区也是慢了一点 德运威威梭菜飞区 但是现在梭菜飞区 梭菜飞区 那样看法 知道不大家都去摸下 他是一只要默着跑的马 即是靠远反而他要热身 也不应该满 很静 就不再摸下 了 你会跟他走 在哪里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